佐泰在今年台北展上汇出了多款备受关注的产品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款高性能游戏掌机Zotac Gaming Zone 吸引了大量玩家驻足体验并掌握了多项产品大价 这款掌机搭载了强劲的锐龙G8840U处理器和Radeon 780M核显 15-28W性能释放 配备了7英寸的AMOLED屏幕 峰值亮度可达800尼特 1080P120Hz高刷对比度高达100万比1 支持HDR屏幕素质颇高 还搭载了16GB LPD-D25X 7500内存512GB的MDR-PCI4.0SSD 支持Wi-Fi6E和蓝牙5.2 自带两个USB4接口 支持DP1.4和PD3.0 内置UHSR MicroSD读卡器 配备了火耳油杆和两极可调按键 还有RadioDial实时调整快捷键 内置48.5Wh电池 整体尺寸为310x135x40mm 小巧便携 带出去玩游戏相当不错 此外索泰还向我们展示了这款掌机的整个设计过程 从总体外观到按键功能定义 接口位置调整再到控制元素精细调整和最终设计定型以及部件配件等等 着实让观众过了一把产品精力的眼 目前这款掌机已经推出了官方扩展物和收纳袋 支持外GM2 SSD扩展和USB-C HDMI视频输出 还有RJ455以太网机口和供电 预计未来还会推出更多相当配件 该产品预计将于今年9月上市 价格暂定800美元上下 除此之外 NVIDIA与显卡和机箱制造商达成合作 正是为GeForce RTX游戏显卡与机箱 引入SFFReady规范 简化小时针机箱的配件选择过程 索泰本次展出的多块显卡均满足SFF标准 小身材大能量 以后大家在装小机箱时也能有更多选择 AI今年这么火 索泰作为优伟达全球核心AIC合作伙伴 AI体验区必然是少不了 让观众能切身感受 AI对工作游戏的超强加速 比如内置AI交互的NPC 会根据玩家的随机提问生成恰如其分的回答 让玩家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 索泰在本次台北电脑展上展示了旗载游戏 SFFPC和AI领域的创新实力 相信未来还会给用户带来更多惊喜 各位观众老爷感觉怎样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